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茅洗净去到外层 香茅又称香茹 是一种常见的香草 因为整体散发着柠檬的香味 所以被称作柠檬草或者柠檬香茅 香兰叶洗净打个结 香兰味是浓烈奶香味 是比较淡的 一般可以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而且是没有毒的 所以可以在家中放心养护 香茅拍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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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予煮出味道 全部材料加入汤锅内 盖上锅盖开始煮至1米变软开花 我用气压锅煮30分钟就可以了 下蜂蜜糖调味 趁热盛出享用 一米水加上香茅和蜂蜜糖味道很香很好喝 一杯喝下去肚子暖暖的很舒服 杨艺米因其名字形状容易和重要艺人混淆 选购或使用时一定要分清楚 生艺米颜色灰白 形似红豆 质地坚硬 表面有黑色纸条纹 熟艺米 精炒之后的熟艺人形状叫生艺人大一倍以上 成灰白色 质感较松散 有点像爆骨 上面也有黑色指纹 羊艺米 形状比生艺米更小 状如白米粒 颜色带飞 生艺米 放在水中会沉底 熟艺米 放在水中会浮面 艺米功效 去湿要用生艺米 生艺米的去湿功效比熟艺米强 而羊艺米则没有任何去湿功效 生艺米 性微寒 功效为沥水渗湿 清热 排浓 适合人事 适宜身体壮士者出现水肿 小便不利时 或健壮者出现肢体重罪酸痛时 熟艺米 炒之后可减其寒性 有健脾之功效 亦可治疗 脾虚失足造成的肚血 不过 熟艺米补益效果较弱 如于发挥健脾作用 可用其他中药 如白薯 淮山代替 适合人事 适宜因脾虚失运 导致大便偏烂 甚则蟹蟹的患者 但多配舞其他健脾造失中药 很少单独用熟艺人直线 一米水不可乱饮 一人性质偏寒凉利尿 所以脾胃功能差者不宜使用 临床上出现水肿 身体浮肿的人 以为饮一米水 可以利尿消肿 但实际上 可能只会在初期短暂有效 通过增加小便排出 而感觉上有去水肿效果 假如长期饮用一米水 有机会因过度沥尿 过用寒凉而伤气 令水是更易积聚 而增加出现水肿机会 除此之外 还会出现皮贱乏力 怕冷等气需不适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 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低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88个健康食谱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